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看这个人开的房间啊 囚虐一位一,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对吧 这个囚虐一位一是谁呢?这个是007啊 这个007的房间呢,说真的我平常 我现在也不太想跟他玩了 但是有很多粉丝的吧,一直发私信,你看 什么时候重新下007,什么时候打007啊 007又在囚虐了,什么时候跟他玩一下 粉丝的热情比较高的吧 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想跟他玩 第一个呢,跟他玩打得太快 三下五出就打完了对吧 抽一盘素材都不够 第二个呢,跟他打也没什么节目效果 他反正就是万年不变的拉钟 然后呢,跟他打也特别 他对我也有一点什么什么偏见一样的东西啊 反正呢,被我们整完了以后呢 他有一点幻想,就是淋巴幻想症对吧 就是经常呢,他碰个谁 只要稍微飞晚一点呢 他就说,哎呀,这个就是淋巴对吧 我把淋巴揍了 然后我记得以前呢,他也出过一期打我的视频啊 那个视频我也看了 他那个对手呢,感觉就是磨磨叨对吧 然后他说飞,飞说这个人是我 然后呢,我也懒得去跟他辩论了 我也懒得理他 我都基本上都懒得恢复对吧 然后我们做红锦视频的主播呢也特别多啊 然后我们做红锦视频的主播呢也特别多啊 经常会在群里面聊天 因为我们也创了一个微信群啊 经常在群里面聊聊天了对吧 我看到月亮山跟那个蓝天也说 明明跟他打了五盘,飞说打了六盘对吧 然后呢,也说把月亮山揍了 也说把蓝天揍了,把淋巴揍了 然后我也看了他打蓝天的视频啊 感觉那个对手呢也就是萌萌哒的水平对吧 他说飞说这个是蓝天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在群里面也听着他们说 他说我再也不跟007玩了对吧 既然再也不跟007玩了 那么我们也要跟上大部队 我们也准备最后一次跟他玩了 跟他做一个分手对吧 以后呢,熟悉的魔鬼再也见不到了对吧 所以说以后你们也不要再刷什么 什么时候跟007玩呢 什么时候打007也不要再刷了 这期视频打完以后呢 我也再也不会进他的房间了 然后你看,欢声笑语中 007,你看,舍不住了对吧 这个有什么好看的呢 然后他还打了一个字,继续 那既然是最后一次 那么我们就再跟他玩几盘啊 第二盘一进来,你看 马上换了带坦克带部队对吧 第一盘呢,他没有带坦克 没有带部队啊 第二盘带坦克带部队 那么闭着眼睛就知道 肯定是拉中对吧 007的不是拉中 就是在拉中的路上 那么既然要拉中,那么我们也拉中对吧 拉中以后,然后把基地拖到中间打开 我听到声音了 他也打开基地了 这个带坦克带部队啊 这个初始部队的操作非常关键啊 一旦初始部队没打,一瞬间就输了 你看,没操作吗 你这个兵都没有过来,看到没有 兵都没有过来 然后我们的坦克冲上来 放个兵炎,疯狂的造型了 所以说这个模式呢 你们说好看吗 没什么意思对吧 这个模式打起来没什么节目效果 就是一上来就是爆兵 拼坦克拼操作 拼这个初始部队 结果再打着打着 你看他的坦克压我的兵 你看一瞬之间死的就剩一个了 然后我们再甩个地宝 来嘛,来操作一下对吧 然后把他的坦克全部点完 你看,你这什么操作 四个坦克打四个 你四个死完了 我还有三个 然后再爆很多冬农农过来 把兵农打掉 哎,打掉兵农 农农西就没了对吧 这一盘比上一盘还要快 一分钟就没了 这个 这个为什么你们特别喜欢看打农农西的 你看说这个有什么好看 然后第二盘又拉中对吧 不是拉中 就是拉中的路上 来嘛,继续拉中 然后我们又把基地拖到中间来 拖到中间来 拖到中间来 先把四个坦克摆好队形对吧 一定要摆好队形 他只要一过来一冒头 我们就点死他一个坦克 然后把这个步兵派上来了 先出个电场 等这个兵上来了 坦克再往前面走 一定要用兵扛下伤害对吧 然后造个兵棉 把兵棉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出30个兵 然后点个地宝 兵往前面走一走 你看他也是造兵对吧 他也在疯狂造兵 所以说我们的坦克呢 躲到兵群后面 这四个坦克非常关键 因为你等不到那个重弓出来 如果四个坦克死掉了 基本上就守不住了 放地宝 我也放地宝 然后他放地宝 不要着急啊 先点掉地宝对吧 点掉地宝 然后他的坦克冒头了 准备点他两枪 点他两枪 他一个坦克冒烟了 然后再点地宝 往后面说 再甩个地宝 你看他的兵冲过来了 我们直接说到兵后面 他的矿场都没出来 你看 明明忘记造矿场了 对吧 有一点小紧张 然后我们这个队员兵拐过来 打地宝 打着地宝修一下地宝 现在他的矿场出来了 但是他的重弓没我快了 而且呢他的兵 打着打着就没了 你看 打着打着就没了 兵扛伤害 坦克点杀 你看四个坦克 四个坦克打四个坦克 我一个坦克没死 他坦克死完了 然后还打了一个可以 你们说 好看吗 不好看对吧 打了三盘呢 都抽不够一盘素材 所以说以后 你们不要再刷打007了 然后看这个人开的房间 埃及EV1 球零八进来 对吧 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 这个对手呢 应该是个粉丝 他说呢 球零八进来跟我玩一下 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 这个人开的地图呢 是埃及之旅 他开的是EV1的模式 是正规模式 这个都是比赛的正规模式 一般打EV1啊 都是一万开局 不带箱子 带超级武器啊 这是正规的比赛模式 打混战的话呢 就是带超级武器 对吧 如果打冰天混战的话呢 都是生死痘 带箱子啊 所以说基本上 红举圈都是默论的这些模式啊 就是有时候打冰天混战 有时候粉丝也会说 为什么不出光灵 不出幻影 不出飞行兵呢 因为是生死痘 对吧 然后这个模式是正规的模式 我们看看这个粉丝打的怎么样啊 开局呢 先造一个重工 对吧 先把这个地图跑开 这个地图呢 最好的吧 不要出牛啊 出一个牛就最多了 我们就干脆不出牛 直接出坦克 对吧 然后造两个蜘蛛 这个蜘蛛呢 准备抓牛 但是这个粉丝呢 他有一点冒险啊 你看他开局 就把重工一出来 就把基地拖过来 他想第二个矿场 就甩在这里吃彩色矿 对吧 这样的话呢 虽然发展快 但是有个前提 不能被抓牛 对吧 你看一旦被抓牛 他的发展就慢了 因为他拖了下基地啊 他那个矿场造的一半 他就要取消那个矿场造维修厂 你看他舍不得取消 对吧 他想把第二个矿场出来了以后 再造维修厂 这个时候他就慢了 就算他把牛车修好了 他的发展都慢了 你看 瞬间就炸了 对吧 然后牛车被抓 坦克被抓 他打了一个6 受不了了 对吧 要投降了 然后卡住了 你看 好的没学到 学到拔线投降了 对吧 所以说刚才呢 他重工好了 把基地拖下来 那个前提是不能被抓牛 一旦被抓牛 基本上就守不住了 因为呢 他拖下来被抓牛 他那个矿场造的一半 他要取消 对吧 如果像我这样 两个矿场以后 或者三个矿场以后 再拖基地 我造两个矿场拖基地 就算被抓了牛 我那个矿场 第二个矿场也能出来 这个牛车可以一滴血修好 就算被抓了 也可以一滴血修好 他那样的话呢 他修不好 他那样发展会慢流 所以说 这个 这个重工好了 直接拖基地 一般打比赛的选手 很少用这一招 因为这一招呢 比较冒险 除非你能做到百分之百 防守住那个蜘蛛 不被抓牛 一旦被抓牛 基本上呢 就守不住 你这个发展慢一牛 基本上没得玩了 你看像我这样 重工出来 我直接造两个矿场 对吧 就算被抓了 我出个维修厂 一滴血可以修得好 牛车也可以修得好 第二矿场可以出的呢 这样的话 你看他又是跟上一盘一样 又要把基地拖过来 造第二个矿场 这个时候你造矿场 你只要被我抓牛 你发展就慢一个牛 没得玩了 然后呢 我们不着急对吧 等两个蜘蛛 你看他点我没点到 被抓了 然后这边又抓 抓坦克 你看 跟上一盘的死法一样 游戏结束对吧 我现在马上就快三个牛了 等他出个维修厂 我就三个牛了 他怎么玩 就算修好了 他都没得玩了 所以说这一招呢 比较冒险 这一招一般比赛选手 我看到很少有人用这一招 一般都是两矿场 或者三矿场以后 再拖基地下来 然后守不住以后 我们直接坦克过来 对吧 他打了几个点号 打了几个点号 也没用啊 你一个牛都没了 舍不得投降 把基地一卖 然后资助钻坦克 坦克再点杀他的坦克 这样这个对手就守不住了 这个粉丝感觉打得还可以 他只是经验不足 这一招 只要我蜘蛛来得快 抓一下牛 抓一下基地 是没得玩了吧 然后坦克再冲过来 现在我三个人 我都不用破基地了 他现在没钱了 没钱了还在出坦克 你看卖东西出坦克 红尽精神还是比较顽强的 但是没有用了 对吧 我们坦克直接走过来 把这个小粉带走了